正当香港的失业率高起于3%的水平时 连我们这群大学生的赚钱黄金时段 暑期也受了影响 大部分同学因为难以找到暑期工 而转向回校做暑期研究 或者学习电脑为毕业做准备 我则利用刚刚放假的一个月 靠补习挣了一点旅费 来到法国做暑期工 这里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 Dayhark 盛产蜜瓜、西瓜、樱桃、草莓、李子等各种水果 我每天差不多工作两小时 只是在蜜瓜上贴上出产地的标签 然后陪农庄老板的孩子们玩 教他们英语 暂时来讲没什么可做的 这不今天早晨我刚刚和农庄老板的大女儿做了一个乳酪蛋糕 令我很有成功感 因为我在香港从不下厨 只晓得如何煮公仔面和煎鸡蛋 这里和我去年在法国西部 Cast读法文又有很大分别 去年处处都有接待家庭照顾 在学校又有老师照顾 实在不会讲法文时 还有英文帮忙 但现在不行了 我有时要靠我仅有的意大利文搭救 因为农庄老板杜福原籍意大利 他妈妈会讲意大利文 我有时也会跟他们讲几句意大利文 法文是进步了不少 但还是不够的 和香港比较 这个农庄大到买面包也要开车20公里去 镇上的住户并不多 我来了三天 差不多整个镇上的人都见过了 小镇上的人情味很浓 有人开车去市区 都会问问邻居是否需要买些什么回来 有的人做了好吃的 还会开车送给邻居吃 我有时也沾光 因为他们怕我闷 如果有人开车出去 会问我是不是想出去兜风 这和在香港见到的冷漠的城市人 真是有天壤之别 顺便提一句 我的暑期工并没有报酬 我只是可吃住在农庄老板的家 但是我仍然很满意这份在法国做的暑期工 令我对法国农庄的生活 有了更深的了解 真不知道三个星期后 走的时候会是怎么样 说实话 我并不太想离开这里 希望明年还能回来再做如此的暑期工 不过来